第305集 少青营一出门 叶昊轩微微地叹了一口气 他犹豫了半天 然后才取出金针 犹豫再三 他这才以气玉针 把针都刺在病人的身上 还阳酒针一出 病人一阵剧烈的咳嗽 过了半晌 他缓缓地睁开眼睛 你是 病人提了提神 有些诧异地看着叶昊轩 叶昊轩的针并不是治病 而是激发他体内的潜力 让他暂时醒过来 但是这么做的后果 只会让他死得更快 因为男人病得太久 诸魂离体 就算是叶昊轩 也没有办法将他治好 我是医生 叶昊轩道 是你治好了我 病人诧异地说 你觉得你的身体能好起来不 叶昊轩反问 病人你已争 摇头道 不能 我自己的身体 自己清楚 医生 我还有多久 最多明天晚上 叶昊轩 淡淡地说 明天晚上 明天晚上 病人难乱地重复着这几个字 他忽然笑了 他突然坐起来道 医生 谢谢你 能让我在临死前 还见他们母子一面 你有什么心愿没有 没有 我只是希望他们母女三人好好生活 病人 病人抬起头 看着昏暗的室内 我病了这么久 家里的钱肯定花光了 是我拖累了他们 我去了他们怎么办 病人闭上眼 双眼流出浑浊的泪水 你叫什么名字 叫我黑子就行了 病人淡然地说 黑子 叶昊轩微微一睁 他的表情变得有些复杂 他喃喃道 这是天意 还是巧合 医生 你在说什么 如果我告诉你 能让你活着 但是那个人并不是你 你能接受吗 叶昊轩突然道 能 病人毫不迟疑地说 你听清楚我的话没有 我是说 你的躯体活着 但是灵魂却不是你 由他照顾我 你的家人孩子 你能接受 只要能对我老婆孩子好 我又有什么不能接受呢 病人 病人淡然一笑道 我不在了 总得有个为他们遮风挡雨的人吧 好 如果那样的话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叶昊轩点点头 他右手一伸 一枚铜钱出现在手里 一团黑气腾空而起 一直居住在他铜钱里的黑子 出现了 现在给你一个还阳的机会 想不想 叶昊轩淡淡地说 想 做梦都想 你知道失去肉身几十年的感觉是什么吗 空虚 无依无靠 就好像随时都能被风吹散一样 黑子认真地说 你可以借助他的躯体还阳 但是 你必须要代替他 照顾他的妻子和女儿 为他们遮风挡雨 不让他们受一点痛苦 能做到吗 叶昊轩沉声道 我能做到 黑子毫不犹豫地打倒 他转向床上的病人 你我都叫黑子 或许 这就是天意 兄弟 你放心 我会代替你 照顾好他们的 我拖累他们太多 如果我去了 他们会精神崩溃的 我不能为他们遮风挡雨 以后 你就是我 病人精神一阵 坐直了身子 虽然黑子现在身体 是半透明的阴魂状态 看起来有些诡异 但是病人在床上躺了三年 魂游身外 对于阴魂状态的黑子 已经是见怪不怪了 那好 你还有一天的时间 跟他们母女三人道别 因为你之前的三魂离体 所以魂魄虚弱 在明天晚上六点之前 你必须要到巡湖区找我 我帮你凝聚魂体 不然的话 你无法再入轮回 我知道了 医生 谢谢你了 病人点点头 他想下床 但是因为他的身子 太过于虚弱 短短的一个动作 较累得喘息半天 叶浩轩再次为他施针 将他身体中残余的潜力 再次激发 病人的情况 这才好了点 记着 明天晚上六点以前 到巡湖区找我 叶浩轩再次叮嘱道 病人点点头 他走下床 因为在床上躺了三年 所以他的脚步有些虚弱 走了几步 他这才感觉找到了重心 他定了定神 走到门口 打开了门 老公 你 你醒了 你真的醒了 门口的女人 不敢相信地 看着站起来的丈夫 男人静止 走到了女人的跟前 看着自己的两个女儿 一时间泪如雨下 一家四口 拥在一起抱头痛哭 叶医生 谢谢你对我丈夫的再造之恩 女人说着就要向叶浩轩下跪 叶浩轩心中有愧 虽然能让他丈夫活着 只是他不知道 在他丈夫的躯体里 已经是另外一个灵魂 但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因为男人是这个家的精神支柱 如果没有了他 这三个女人将再也没有勇气 再生存下去 叶浩轩连忙扶起他道 大嫂 我是医生 我只是做我应该做的 明天下午六点前 带着大哥来悬护去找我 我再为他做一次治疗 巩固一下身体 我知道了 谢谢 叶医生 女人感激地说 我看你的表情 似乎不太开心 回去的路上 少青莹问道 我只是觉得 纵然我有着一身医术 但是 有时间也会碰上一些无奈的事情 叶浩轩叹息道 你是说那病人 你不是已经治好他了吗 少青莹诧异地问道 有些人活着 但是他已经死了 有些人死了 但是他还活着 叶浩轩说了一句 让人难以捉摸的话 他顿了一顿刀 虽然我能救他 但事实上 他已经不是他了 我不太懂 少青莹微微地摇摇头 你还是糊涂一点比较好 叶浩轩笑了笑 便向前走去 少青莹也不在这个问题上 多纠结什么 拐过一个拐角 在少青莹那辆普通的大重车旁边 有一对白发苍苍的老夫妇 卖着茶叶蛋 虽然两个老人年纪已大 但是两人显得相当恩爱 老头子在翻着炉子里的茶叶蛋 而老太太则是拿着一张手帕 在给他擦汗 看这对老人家 挺恩爱的 少青莹笑道 那是能在一起走到这一天 不容易 叶浩轩微微一笑 老先生 茶叶蛋多少钱一个 少青莹走上前笑道 老头只是一个劲儿的 自古自地翻着茶叶蛋 似乎根本就没有听到少青莹在说话 我家老头子耳朵聋 姑娘 你的声音小 她听不到的 三块钱一个 一边的老太太笑呵呵地说 老人家 这么大年纪了 还出来卖茶叶蛋 你们的儿孙呢 少青莹问道 在工作呢 儿子要还房贷 我们也帮不上什么忙 所以 就出来卖点东西 至少能赚个生活费 姑娘 要来几个吗 不好吃不要钱 老太太笑道 好 给我来十个吧 少青莹微微一笑 拿出钱包 取出一张一百元的递了过去 也许是刚刚小女孩的家境 引起了她的侧隐之心 她现在只想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帮助所有需要帮助的人 老太太拿着一个塑料袋 装了十个茶叶蛋 一手递了过去 一手向少青莹的手里接钱 就在这个时候 叶好轩上前一步伸手道 我来吧 她接过老太太手中的塑料袋 正要收回手的时候 那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 双眼这种精芒一扇 她苍老的双手 突然间变得无比迅捷 她双手一翻 把叶好轩的右手扣在手中 同时右拳半握 飞快地向叶好轩击出一拳 她出拳的距离极短 但是叶好轩已经感觉到 一阵拳风瞬间爆发而来 这老婆子用的竟然是永春 可以在最短的时间 最短的距离 爆发出最大的攻击力 小心 叶好轩腾出左手 一把将少青莹扯到了自己的身后 同时内袭意图 就要把那老婆子的手给甩开 不料那老婆子的手缠得极紧 叶好轩一甩之下 竟然没有把她的手给甩开 叶好轩左手握拳 轰得一拳击了回去 碰 老婆子一声惨叫 被叶好轩这一拳轰了出去 她只感觉到体内一阵剧痛 一口鲜血就喷了出来 就在叶好轩击退老婆子的那一瞬间 一边的龙牙老头突然抱起 她一脚踹出 那一盆热气腾腾的茶叶蛋 向少青莹当头抖去 同时她双手一翻 两把薄如柳叶的刀片 在双手之中上下翻飞 向着叶好轩当头袭去 叶好轩一把抱住少青莹 鲜柔的身躯就地一滚 这才没有让那盆滚烫的茶叶蛋 落到两人身上 还没有等她来得及站起来 另外一次的老人已经攻到 她手中的两把飞刀捂得密不透风 如同暴风急雨一般的 向叶好轩两人当头袭来 叶好轩松开少青莹双手 一饮一震 一阵金芒骤然亮起 一百零八枚金光闪闪的铜钱 瞬间组成金钱箭 她手中金钱箭一封 挡下了老头灵力的攻势 这个时候老婆子已经袭来 她双手一扬 一大把细软牛毛一般的暗器 向叶好轩劈头盖脸的洒来 叶好轩大喝一声 右手一扬 手中的金钱箭骤然散开 就好像是下了一场金钱雨一般 一百零八枚金光闪闪的铜钱呼啸而去 把老婆子洒过来的暗器全部击落 半空之中金钱和暗器相机发出点点火光 暗器被击落之后 叶好轩右手一收 半空中和落在地上的金钱箭尽数回落 然后再次组成一把两尺多长的金钱箭 老头再一次攻了过来 他双臂一阵 六把薄得几乎透明的飞刀急速回旋 向叶好轩劈头盖脸的袭来 与此同时老婆子在双手一扬 暗器向叶好轩洒来 叶好轩一声抱贺双手一震 手中金钱箭骤然散开 满天金光闪闪的铜钱 瞬间就像失去重力一般 在他身边缓缓浮动 叮叮叮 一阵急促的声音响过 敷在叶好轩跟前的铜钱掉落了一大半 同时暗器和飞刀也被挡了下来 只是叶好轩只觉得右肩一梁 扑一声轻响 雪花似箭 他的肩膀已经被把薄得几乎透明的飞刀击穿 叶好轩猛地向前急冲 他的身形飘忽不定 而且他身形极快 快得几乎让人无法捕捉到他的诡计 两名杀手眼前一花 叶好轩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出现在他们跟前 两人心中奇奇一惊 正要攻击的时候 只觉得自己的胸口处一麻 他们的身体在那瞬间仿佛是僵在当场一样 一动也不能动 你 你是鼓舞者 老婆子的声音一变 他有些惊恐地看着叶好轩 谁派你们来的 你们的目标是谁 叶好轩伸直在自己的肩膀上点了几下 他的脸色有些阴沉 接二连三的玉席让他的忍耐力已经达到了极限 如果不是为了留活口审问他早就把这两个杀手掐死在当场了 就在这个时候叶好轩心中一脸 一种强烈的危险感从他心头涌起 那感觉就像是被毒蛇盯上的青蛙一样 冰冷 阴暗 他一个翻滚 身形化作一道残影猛地窜了出去 扑到少青营的身边 一把抱住他就地一滚 躲到一间带拆迁的房子后面 扑 一声沉闷的声音响过 叶好轩刚才所站的地方沙石纷纷 被击穿了一个小坑 显然刚才是有狙击手 狙击手一击不中 转身便走 而那对杀手已经恢复了自由 两人快速地转到一间破烂的墙壁后面 片刻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你没事吧 少青营惊魂使定 一眼瞥见叶好轩肩膀上的伤口 他连忙拿出纸巾 只是叶好轩肩膀上血流不止 他一时间不知道怎么止血 好厉害 叶好轩从肩膀上轻轻地拔出了一把 薄如蝉蚁的飞刀 在手里反复地看着 他已经断定 刚才的那对老年夫妇 不是普通的杀手 他们两个人至少是江湖中人 别的不说 单是这把薄如蝉蚁的飞刀 就不是一般的工匠 能打造出来的 叶好轩肩膀上血流不止 刚才虽然他封住了四周的穴道 但是过了一会儿 又开始流起血来 显然那飞刀上脆了毒 叶好轩走到了车里 打开车厢 取出了自己的行医箱 然后涂上玉红生鸡散 伤口这才止住了血 是冲你来的 还是冲我来的 少青莹淡淡地问 刚才那惊魂一幕 他似乎不放在心上 他并不是一点也不害怕 而是他已经习惯了 也许是冲着你来的 因为那个狙击手的气息很熟悉 就是上次在郊外 袭击我们的那个人 叶好轩把玩着手中的飞刀 若有所思地说 他们不可能知道我在这里 少青莹摇摇头道 因为这一次他出行 没有通知任何人 除了文悦之外 没有任何人知道他在这里 万一有人出卖了你呢 叶好轩反问道 你是说文悦 少青莹微微一争 随即他摇头道 不可能他不会 我只是猜测 叶好轩怂怂肩 其实像少青莹这种人 一定有一些势力 时刻地盯着他 这一次袭击是事先有预谋的 因为这个地方面临着拆迁 街道上几乎没有一个人 而且少青莹身边没有保镖 所以是下手的绝佳时机 你是不是早就看出来 那两个人不对劲 少青莹抬头问 是 一眼就看出来了不对劲 只是我不太确定而已 他们好心计 知道老人容易引起别人的侧隐之心 只是 你怎么看出来不对劲的 叶好轩向四周一指道 这个地方面临拆迁 街上连个鬼都没有 他们的茶叶蛋卖给谁吃的 少青莹恍然大悟 他点点头道 谢谢你 我又欠了你一条命 我建议 你回去以后查查身边的人 这才是最重要的 叶好轩淡淡地说 我会查清楚的 少青莹点点头 接二连三的遇袭 敌人都知道她的精确方位 如果说她身边没有一个内鬼 打死她都不相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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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